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特區政府今天公布了 香港首個季度的GDP數據 這個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 今年第一季的GDP 較去年的同期實質下跌8.9% 按季也下跌5.3% 創了有紀錄以來的最大跌幅 他還說支撐本地經濟的三頭馬車 即是出口、投資和消費都可以說是死了火 展望第二季度的形勢未融樂觀 即使有改善都相當緩慢 主要是因為環球疫情未受控制 故此香港的出口難忘大幅改善 而且國際的投資和本地的投資需要時間才可以恢復 那現在應該做什麼呢? 你聽聽這條離地人說什麼? 他就說 現在應該齊心合力推動本地消費 進促恢復 你們這些混蛋 快點去 這個人真是 你做什麼財政司司長? 喂大哥 你叫市民消費來對抗這個衰退的經濟 你是不是瘋了? 那些錢從何來? 首先來說 你特區政府的政策就是完全不到位 先說你那一萬元 喂 到底你想拖到什麼時候才會派呢? 你是不是想著又以疫情來扭轉選情 今年就定了九月六號立法會選舉了 所以你就一路拖拖拖 一路拉布拖到八月尾你才準備派給市民呢? 你拖什麼呢? 派那些死人爛鬼水洗口罩 你怎麼這麼快? 又說準備下個月就已經有了? 喂 現在市民最需要的不是口罩了 是不是? 你截演好過 水什麼洗口罩 為什麼派那些垃圾你怎麼派那麼快? 派錢都是一樣要登記的 一樣都是做那些常規的程序 為什麼派錢要拖到那麼後 派那些垃圾派那麼快? 你要來做什麼叫那些市民 之前那些市民真的排隊 崖坑底又淋雨 買了很多回家了 那些一次性口罩 麻煩你著緊一點 派錢那方面 好了 錢又未到位 接著你看看別人澳門政府 派個消費券總共派了八千元 那別人便促進內需 便能提振到經濟 起碼在賭業暫時 沒有人進去賭場的時候 他的內需都未至於完全崩潰 好了 你說現在消費是其中一環 三頭馬車其中一頭 那你叫市民去消費 那你就派消費券 派錢之餘還可以派消費券 沒有人叫你二選一 你就兩樣東西都去做 市民一樣都會開心 那你為什麼不做呢 你等到什麼時候呢 你要派才行 還有澳門政府 不單只是派消費券 人家那一筆東西 每年都一筆 已經落袋了 還有 人家對於市民的資助 是針對個人 不是針對老闆 人家每一個打工仔女 一次過就可以拿到三個月的補貼 每個月五千元 即是加起來便已經一半夜了 那你特區政府就說要資助那些老闆 一個月就九千元 總共就資助半年 即是五皮四 你給老闆而已 你把五皮四直接給市民提振消費 是不是 你不是白癡的 經常想起那些糞便 永遠就不是針對每一個人來資助 你針對老闆 你為什麼 就是正如林鄭在那份工作報告所說 給中央那份 就說要以疫情來扭轉選情 你現在就做到十足 對於那些容易翻盤的功能界別 你就不斷來對他們有資助 那些市民又如何呢 那些市民才是水心火熱 需要你資助 而且你一定要針對個人做單位 不是以企業做單位 為什麼呢 以個人做單位 你就能夠確保得到 每一個人 只要他是有自理能力的 都可以去申請這些資助 無論是派錢也好 消費券也好 你就不是針對企業 你針對企業 根本上那些錢 幾時才能留到僱員身上 是不是 澳門政府做到的事情 你特區政府一樣都做不到 連派錢也要慢個人 你不以個人作為單位來補貼 那會有什麼問題呢 就是有些人 已經在過去這段時間 因為疫情影響 就失業了 失業率已經在升 你大區政府知不知道 你去補貼的僱主 那個員工已經沒得做了 你補貼的毛 你一定要把每一個市民 納入安全網 所以你針對個人做單位 作出全民派錢 全民派消費券 你就能夠提振內需 好了 你說派錢可能怕那些人 藏在錢瓣 藏在床底 餅罐 不用 那你就派消費券 定住限期出來 澳門也是這樣 而且別人都分兩期去派 那他就分兩期去消費 超市又可以用得 便利店又可以用得 都不知道多好 已經 你特區政府又說 叫人去申請中援 然後中援是有門檻的 不是阿謀 仇者去申請都可以 基本上那個人要去到山窮水盡 沒有了資產才可以申請到 到時那個市民都仆值 還要拿你 你投你那個 個人中援有多少錢 請問是 只有幾千元 還要這麼苛刻的條件 根本上大部分市民都拿不到 在記者會上 有記者就問到你 陳茂波 就說 會不會在一萬元以外 額外再派發現金 或者派消費券 你說政府推出了兩籠的抗疫措施 規模已經達到2900億元 佔了GDP的一成 希望先讓這些措施全面展開 比政府更加掌握經濟情況 政府就會動態評估的情況 有需要的時候 才會推出更多的支援措施 到時都會蚊子 你當然要趁現在來推出 全世界的政府 都是趁著疫情高峰的時候 推出支援措施 你拖到什麼時候 拖多一下 你又是不用支援 那用不著你 那就是自力更新 那就是自力救濟 那你特區政府有什麼作用 你經常拿著那些財政儲備 有什麼作用 以前你說澳門派錢 因為澳門少人 香港多人 所以不合做 現在全世界都派 全世界都比你特區政府做得更多 那你可不可以做得更多些 派一筆東西 還可不可以派消費券 你又叫市民去提振內需 叫市民齊心合力去推動本地消費 那些錢從哪裡來才行 不是每個都好像陳茂波大師長 每個月造成35萬9千元的工資 你說做就36萬 不做就36萬 市民不一樣 當時你叫市民去推動消費 好 黃絲就去推動消費 搞了一個黃色經濟圈出來 又說天馬行動 一會兒又說要進攻黃店 去推動黃店的消費 那中聯辦又說要推動他 又說黃色經濟圈就是以經濟綁架政治的政治攬炒 然後前任行政長官梁振英又發表了一個鐵文出來 又說要依法修理這個黃店 又要向黃店作出舉報這樣那樣 你那些建制派一個二個就走出來 暢淡這個黃色經濟圈 包括你這個邱騰華局長 之前都說過 說這個黃色經濟圈是沒有出路的 好了 別人肯去消費 你又去暢淡別人 那些藍絲不消費 現在好像是 那你又不批評他 到底你們這些藍絲是甚麼施政邏輯 難得有這些藍絲出來消費 你恨就恨到啦 你還要去批評他 那你現在算是怎樣呢 你現在又做些限聚令的惡法出來 餐廳那裡就不能超過四個人坐一張桌 入座率又不能超過一半 這些算不算是以政治攬炒經濟的請問 你搞這些限聚令的目的 根本上就是為了打壓那些市民走出來 參加遊行示威集會的 你以為你真的跑去為了防控工作嗎 今天有多家媒體都已經引述了消息 就說你特區政府打算把限聚令放寬 就由四個人放寬到六至八個人 今天張竹君醫生被人問他 你這個標準從何而定 由四個人變成六至八個人 他自己也回答是沒有科學根據的 不是科學標準來的 你特區政府搞這些事情出來 根本上還做什麼 還限什麼罪 為什麼到現在這一刻 當疫情已經開始緩和 當已經十幾天都沒有這個本地個案出現 你還限什麼罪 還要延長這些惡法做什麼 我想請問你為什麼限六至八個人 為什麼不是限六十人至八十人 怎麼定出來這條線是 來來去去就是為了搞政治打壓 那你這些算不算是政治攬炒經濟 人家一大群朋友出來吃飯就不行了 就算八個人人家族繁衍 你說什麼母親節吃飯都不夠位置坐 八個人多一個都不行 又說他犯罪了 這些都離譜了 對不對 你這些算不算是政治攬炒經濟 你自己說吧 你說人家攬炒 一美就拿攬炒出來標榜 就是為了九月的換屆選舉 一美就罵那些黃絲 非建制派那些全部都是攬炒 那些黃絲在你呼籲那些市民出來力谷消費之前 已經在這個所謂五一黃金咒那裡消費了四天 那個消費額已經超過一億了 那你陳茂波有沒有多謝一下別人 多謝都沒有句 現在又說要出來谷消費 那你那個施政是不是有矛盾 人家消費你說他攬炒 你特區政府自己就搞些惡法出來 搞到那些市民沒辦法可以安心地去消費 不如你自己反省一下就更好了 叫市民出來力谷消費 對抗這個衰退的經濟 白癡的 一招回去 這次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